Hello 大家好 我是Jason 上一期咱们开箱测试了Telemate全新的P7CB 今天咱们来开一下全新的P770和P7CB一样 P770也是4道P一共7只的设计 原配的干扇也有950的重量比较适中 适合大部分人使用 7号铁的外观感觉 中间有一道凸起来的背脊 只有一个孔 所以能看得出来它是中空的设计 里面有加速胶 底面也有加速槽的设计 这加速槽的设计只有在4567上面是有的 89P上面就没有了 不过这三只仍然有主胶孔 所以也还是有一样中空的科技设计 P杆看起来非常圆润 和7TW放在一起比也没觉得大多少 只是稍微厚实一点 然后磨砂的感觉 同时干面后仪比7TW稍微大一点点 四铁的话看起来就比7TW更大了 相比来说770就厚实 7TW就很薄 里面的宽度对比 放下来的干面后仪也会比7TW更明显更大一点 Telemate铁杆的定位非常明确 从最容易到最难 就是790、770、7CB、7MB和7TW 以下这个是770的所有铁杆角度 今天我刚刚打完7CB 所以咱们就来直接先打770 趁着身体状态还是一样的 可以先对比一下7CB跟7TW的差异 旗杆我还是160码 球还是龙年限量版的TP5X 声音跟刚才那两个完全不一样 好脆啊这个声 我刚才试打的是7CB和7TW 这个770明显声音脆很多 有一种炸裂感完全不一样 落点都能过160 距离也完全不一样 比三杆 打完那两个打这个真是感觉完全不同 有的人可能会形容他觉得球的感觉变轻了 可能就是因为干面更弹了 他就把球弹出去的更快了 再来两颗 反正肯定是毫无疑问 这个球速肯定是快了 明显更冲 他撞在布上的声音都不太一样 最后一颗 终于打的靠外了一点 174 看一下跟刚才两款的数据对比 770我挥的又快了一点 81.6 也有可能是身体热开了的原因 也有可能就是770就是比较容易挥的快 效率跟CB基本上一模一样 1.35 动态干面脚还高了一点 28.3 看一下球的数据 7TW我的球速是103.7 7CB是108.8 770这个到了110.1 起飞角770反而比7CB要更高 21.2 同时倒旋更少 4678 拉左的程度跟另外两个差不多 或者稍微更左一点点 平均的落点159 刚才770是155 7TW是144 咱们作为对比 索性就再打一下P790 这790我们的施打干是碳速的 但是我就尽量保持跟刚才770一样的干头速度 这样就相对减少一点干身的变量 79.7还不太够快呢 还得再挥快一点 84.6真夸张 83 太左了 太远了 790最终我的干头速度82 还是稍微快了一点点 效率1.36更高一点点 球速790要更快一点点 111.4比110.1 起飞角19.1比770的21.2 倒旋两个基本上一模一样 距离790再远两码 我之前会认为上一代的770 它是更偏职业的干 它更靠近那个CB 但我觉得这一代的770 它更靠近790 中空高速反弹 球速快 弹道高 距离远 实际上我们这个对比中间还差一个7MB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介于CB和TW之间 或者更靠近TW 但这一代的770真的不难打 我觉得如果你的干头速度能超过77 能过82更好 需要一点的距离 770都是挺不错的 如果你更需要一点高度 更注重一点手感 7CB 推荐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770与7CB 感谢大家尝试一下